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一生水 李云霄一拍桌子 顿时几名舞者围了上来 杀气盎然的锁定靖南 若是在平时 靖南肯定是要当场发飙的 金钱商会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的大商会大势力 但是有苍雄的前车之剑 他也不敢擅自动作 这菜鸟拥兵团的人都是疯子 说不定就真的拿自己祭旗杀了给猴看 这四个人当中 乔洛的年龄最大 资历也最老 在这个时候 另外三人都盯着他看 隐隐的是以他为首了 而且万宝楼原本就是商盟中的龙头老大 乔洛咳嗽了几声 这些数据也只是菜鸟拥兵团收集的不全的信息而已 其中很多成本都没有算进去 真实收入哪有这么高啊 况且 这些也都是我们商会内部的事 云霄队长凭什么横家插手啊 李云霄横的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你们在别人的地盘上做生意就得尊重别人地盘上的规矩对不对 乔洛想了一会儿说道 不错 的确是这个道理 我们在清歌林地好像也没有破坏谁的规矩吧 李云霄一拍桌子 贺道 刚立的规矩你们就忘了吗 是不是要让我给你们提点一下 他走到乔洛的面前 一掌拍在刚才发的那份材料上面 贺道 老家伙 你给我念念 第一条说的是什么 乔洛一愣 顿时傻了眼 商蒙四人都是一阵恶然加无语起来 而所有拥兵团之人则是各个心底暗笑不已 感到大为痛快 想到这些奸商竟然赚了这么多 恨不能冲上去砍死他们 那材料上的第一条赫然写着 菜鸟拥兵团掌管程兮一切是我 是一切是我 老东西 看懂了没有 李云霄一脸的痞子样 大打咧咧地骂了几句 这才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 哼道 若是有不想在清歌林地待的 可以收拾报复滚蛋 本少爷绝不强留 商蒙的四个人 全都是脸色铁青 强忍着怒气 他们都是做生意的 自然不能和地头蛇闹翻 只不过商蒙成员本身的势力也极大 无论走到哪里 别人都会给他们面子 像李云霄这种毫不给面子的事 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沈黎也是气得浑身散出了寒气 但他还需要李云霄的力量对付四进门 所以铁青着脸不说话 乔落沉申说道 那云霄队长认为 我商蒙应该如何改变呢 李云霄呵呵地笑了两下 你们一年这么多利润 兄弟们心里都不舒服啊 这些钱可都是大家用命拼来的 当然让你们吐出来也不合情脸 这样吧 我让我的好友丁灵二小姐操劳一下 把天元商会开进来 并且作为商会的同管 以后你们四家都必须在天元商会的引导下合法合规的运营 大家看这样如何 什么 乔落怒着拍案而起 那脆弱的身体一下子变得硬朗起来 双目当中凶猛闪动 怒道 云霄队长要碰天元商会 我们无话可说 但是要让我们四家听令于他 未免太过玩笑了吧 不错 静南也是怒道 丁灵二小姐虽然天赋不错 在商盟当中也是享有赫赫名声 但是让他来主持这清歌灵地之事 还是太过年轻了 李云霄笑道 年轻 不不不 你们弄错了 不是灵二来主持 而是让他派一个人来主持 你们四个喽啰的级别还不够 让副会长一级的过来 灵二去主持还差不多 你 你这是要跟我们商门开战是吧 苍雄也挺身而出 这个时候 若是他们四大商会不团结的话 就真有可能被眼前这人给吃了 唯独沈黎犹豫了一下 虽然态度不是那样强硬 但也是开口说道 这样做不太好吧 商盟 你们四个能代表整个商盟吗 真不错 区区一个分部的负责人 就夸口可以代表整个商盟了 灵二 这次商盟两会的时候 你一定要在会上把这件事告诉所有的商盟之人 看看他们核心四门是如何的强大 李云霄调侃道 丁灵二现在还有一些回不过神来 李云霄也事先没有通知他 但想不到这样一个大馅饼就往他头上砸 幸福的都快哭出来了 强忍着鼻子的酸楚笑道 一定会的 几个分部的喽啰就可以代表整个商盟 我一定会告知你们四位会长 以及商盟全部的一百多位成员的 他此刻 内心说不出的甜蜜和幸福 这些年来都是自己一个人苦苦四处奔跑 撑着摇摇欲坠的天元商会 到处都是冷眼和讽刺 可曾收到过如此的呵护 他一颗心都在体内化开了 这 苍雄顿时傻了眼 逗大的冷汗躺了下来 论级别 丁灵二可是比他们更有资格代表商盟的多 而且这种口出狂言的事 说小就小 说大也大 真正的认真追究起来的话 脑袋都该保不住了 咳咳 乔洛重重的咳嗽了一声 替苍雄掩饰尴尬 虽然这个苍雄的话有些夸大 但云霄队长的行为 显然是和我们私家商会交恶呀 我相信 这一定不会是好连团长的意思 希望云霄队长不要擅自做主张 李云霄喝道 是不是好连团长的意思 是我清楚还是你清楚啊 是我是菜鸟拥兵团的队长 还是你是啊 要不 这个大队长 你来当好了 这 乔洛 一阵无语了 这个年轻人 怎么跟痞子流氓一样 完全说不成话 李云霄拍了拍手 顿时又由手下送上几份材料 分别放在四人的面前 这是清歌邻地商会的管理规定 诸位签个字配合一下吧 里面详细的把天原商会写了进来 并且四家商会的一切活动和经营 都必须通过天原商会的批准 彻中规定 四个人 怎么会签 全都是气得浑身发抖 坐在那儿 怒目而视 李云霄转向身边的沈黎 笑道 沈阿姨 你来待个头吧 今天这事办不好 你懂的 沈黎脸色大变 他自然明白李云霄的意思 那就是对付自己门 也就泡汤了 而上头的命令是 一定要拿下堂结 用来换取传药 而且最让他担心的是 若是自己不听话 这小子会不会特意捣蛋 到时候帮不上忙不说 反而从中作梗 那就是真的麻烦大了 权衡之后 他终于屈服了 阴沉着脸在管理规定上签了字 清歌灵地 不过是一个小分布罢了 对于天一个来说 可有可无 而诺亚之州 才是头等大事 沈黎 你 其余三个人 都是又惊又怒 一脸的震惊 骇然之色 怎么也想不明白 他怎么会签这种字 沈阿姨很乖嘛 下一个 乔老爷子 轮到你了 李云霄示意一下 把材料放到了乔罗的面前 乔罗脸色铁青 冷然地说道 我是绝不可能签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有本事 现在杀了我 李云霄笑道 乔老爷子 果然有风骨啊 不过 你藏在汪三家里的 那个19岁的小老婆 以及两个强宝中的儿子 他们知不知道 你这么有风骨呢 还有 可怜汪三 以为自己找了一个 漂亮老婆 生了两个儿子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也放心地去了 他知不知道 原来孩子的亲爹 这么有风骨呢 以及汪三的那次任务 为了救手下的兄弟 与一名武皇强者 同归于尽 之后 乔老爷子手下的 四大武皇高手 怎么就少了一个呢 乔罗脸上 瞬间 毫无血色 所有佣兵 都是同时大惊起来 人人都明白了怎么回事 露出了愤慨之色 汪三 也是一个小佣兵团的团长 本身也是武皇高手 平日里 虽然说不上名声显赫 但也和诸多佣兵团 关系较好 想不到 那次任务陨落 竟然是这个老畜生做的 而且 现在一直被汪三手下 供养着的那个老婆 和两个儿子 也都是这个老东西的种 所有人 都是怒火中烧 他们佣兵这行 每天都是把脑袋 悬起来过日子 说不准哪天就不是自己的了 所以 特别在意自己家人的安危和深厚事 对这种偷人老婆 占人子女的事 最为忌讳 乔洛脸色阴沉的 可以滴出水来 他想否认 但是在李云霄那清澈如许的目光下 不知怎么完全否认不起来 他瞳孔放大 死死的盯着李云霄 满脸都是灰败之色 一个小小的少年 做事怎么会如此的老练毒辣 这个年轻的躯壳里 到底装着 怎样一个灵魂 李云霄冷声道 别以为就你们四大商会 在清歌林地 天天收集各方面的情报 把我们几大佣兵团 都当成傻子了 告诉你们 不仅是菜鸟佣兵团 暴雨和骷髅 这种烂团 都把你们的底细全部摸得一清二楚 你们昨天晚上吃了什么 夜里坚持了几秒钟 叫了几声 什么风格的 全都一一在暗 这里是清歌林地 不是你们商盟总部宋岳扬城 李云霄的话 如同雷电一样 击打在四人的耳旁 一个个脑子里震得是嗡嗡直响 脸上表情僵硬 沈黎更是闪过一抹红云 露出了羞怒之色 乔洛更是机遇晕倒 自己和汪三老婆 以及那两个私生子的事 一直以为做得滴水不落 想不到 竟然早在人家的监视之下 他颤巍巍的 抬起手来 签下了字